这个男人你可惹不起 他只是略微动下手指 营练而来的镖枪瞬间变成粉末 士兵拔刀准备肉搏 下一秒就被男人散发的能量金属消灭 这个自称转世真龙的男人叫洛根 不但颇具魅力和组织领导才能 且拥有相当强的军事天赋 野心勃勃的他建起军队 将邻国卷入战火之中 怎料如今却被一帮女人囚禁 即便将他关押在铁龙 也需要不断用魔法加固封印 押送途中遇到了重伤的蓝宗两仪师慕瑞 绿宗两仪师为他治好伤后 便立马前往帮助同伴封印洛根 魔法使用过度的几人精疲力尽 洛根却连一滴汗珠都没有 红宗两仪师表示 当晚不是洛根做了一些无法描述的事情 他们根本无法抓住他 然而就在这时 洛根的军队已经杀到了外面 无数只弓箭从天上掠过 绿宗两仪师急忙施法抵挡 两仪师不断释放大招 怎奈敌人数量太多众人只能边打边撤 就在这时 关押洛根的煽动发生了变怒 洛根直接破除封印阵飞的两仪师 等慕瑞赶到时 洛根已经融化了铁龙 倒地的两仪师趁机起身 三人合力想再次封印洛根 不料洛根的力量无比强好 还将最虚弱的凯勒尼当场秒杀 看着奄奄一息的凯勒尼 愤怒的护法举起双斧向洛根砍过去 就在接触护盾的瞬间 两柄斧头仿佛石沉大海再也难进分毫 伴随着洛根一声怒吼 双斧被震碎成无数片 在场的除了奈尼威 其余人全都身负重伤 运气不好的蓝人龙更是被割破喉咙 奈尼威见状急忙按住他的伤口 却根本无法阻止喷涌的血住 眼看洛根的攻击再次袭来 奈尼威突然爆发 只见一股极其强大的光明之力 瞬间覆盖整个山洞 所有人在光明的照耀下迅速复原 就在洛根震惊之余 丽娅趁机施法困住洛根 其余人迅速与他建起连接 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 终于迅域了洛根 伴随着战斗结束 幸存者为牺牲的战友举行了葬礼 众人整理好心情继续出发 另一边麦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时不时呕吐并出现幻觉 麦畅人说麦特是受到了禁忌之城的诅咒 只有去白塔才有希望得救 而兰德也看到一个诡异的面具男 还没等他摘下面具就从梦中惊醒 麦特也在这时不见了踪影 两人急忙出去寻找 却看见了极为惨烈的一幕 收留他们的一家老小全部倒在血坡中 而诡异的是 麦特站在那一栋一栋,却突然用匕首指向高处 原来是暗地的马仔无眼魔 麦畅人当即丢出飞刀与无眼魔撕打在一起 在麦畅人的掩护下 两人这才得以逃出生天 本以为三个小队就属艾文他们最幸运 不光有吃有喝还有热情的朋友 怎料转头就遇到了令人闻风丧胆的白袍众 为首的老黑在人群中发现了佩玲 要求吕族首领把人交出来 然而吕族却把艾文他们视为一员誓死不走 艾文不忍心让这群善良之人受到牵连 只好带着佩玲逃走 每跑多远就被白袍众团团为主